热点时评 北大学生不满校方见隔离墙 多人聚集举行抗议 作者 孟建国 乔伊董 伊沙贝尔 钱 播讲 夏秋年 本文作者 孟建国是纽约时报一位关注科技与亚洲地缘政治的记者 他参与的团队因对新冠疫情的报道获得了2021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 另一位作者 伊沙贝尔 钱是一名视频记者 为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方面的新闻 下面是这篇报道的正文 周日 一群中国顶尖学府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校园抗议严格的新冠封锁要求 他们认为这些措施缺乏沟通而且不公平 政府迅速行动 删除了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传播的视频和照片 根据学校论坛的帖子和一名学生的说法 这些学生对于他们无法点外卖而且被要求隔离感到不满 而教师和家属却可以自由地进出校园 一名参加了抗议活动的学生表示 校方想用一堵墙将学生和教职工隔开 导致超过200人在周日走出宿舍进行抗议 由于担心报复 这名学生要求不具名 目睹这次事件的两名教授也要求不具名 虽然这次抗议很短暂 而且似乎和平地结束了 但该事件的视频和照片周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迅速传播 之后遭到删除 最近几周 人们越来越害怕官方为了遏制病毒蔓延 可能将北京封城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 上海严厉的隔离措施导致食品和药品短缺 也引发了零星的抗议活动 在如此知名的大学出现学生抗议 凸显出官员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 他们在试图遏制传染性极高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时 必须平息人们的愤怒和不安 周一一大早 当局开始审查相关视频和照片 作为中国的顶尖学府 北大在首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占据特殊的地位 该校曾零星出现过有组织的抗议 这样的历史使其尤其受到官方的关注 2018年 当局严厉打击了在那里发生的由学生领导的工人权力运动 图像显示 在该校的一个卫星校区 成群结队的学生似乎聚集在一起举行抗议 在该校区居住的既有学生也有教职工 在一条视频中 学生高喊口号反对有关防疫措施 认为这些措施对他们影响很大 很不公平 在另一条视频中 一名校方领导承诺拆除隔离墙 并要求学生回到宿舍 在一个网络论坛上 一名学生称 区分对待学生和教职工的封锁政策是相互矛盾的 学生被封的这十来天是毫无意义的 该学生写道 另一名学生称该政策就是个笑话 全文完 全文完 全文完